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大家要有准备啦 这个是全球股灾 我想这个这个 这家伙比我还没救 这家伙真的比我还没救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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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公专学历啊 不一样啊 他董事长啊一样啊 各位啊 我没有那么尽兴学历的啦 我觉得社会历练都会带你 带给人来很大的成长啦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表情 我本来以为我的表情你够贱的 没有啊他就更贱耶 这个这个大家要 这家伙 打没打没 这家伙真的打没 怎么会有 全台湾 股票崩盘然后你 各位你觉得他大概三个月之后 就走人的打加一好不好 你觉得三个月以内 就走人的打减一好不好 你觉得他三个月之后 会走人的打加一 三个月以内会走人的打减一 你懂吗 这个没有买股票的人看到都会活大 就想说这家伙是有什么毛病啊 今天台股蒸发了两兆 哎可我们台股蒸发了两兆哦 被做acked 要亩误 哎呦我的天呐 赖晋得这家伙 久了 把头子处理掉了啦 哎呦他不是微笑 这个可以彧 這個大家要有全球股災 這個大家要有準備了 全球股災我想這個 這個全球股災我想這個 這個全球股災我想這個 這個大家要有準備了 這個事 哥你知道準備的意思是什麼嗎 準備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事情發生之前防患於未然 比如說在全球股災之前 經濟部長就要出來示警說 最近景氣可能進入到循環 請各位投資人要注意這個叫準備 他昨天呢已經創了時尚紀錄 然後說你要有準備哦 這個這個東西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像蔡英文之前談勞工 你要去跟你老闆講啊 你要自立自強啊 你要有準備啊 讚讚讚 就是景氣循環的一部分啊 然後可能在這個整個的變動啊 這個景氣的變動 還有這個環境的變動 環境影響景氣非常多啊 那我想各位的 這下我可以跟顏雅倫拼了 下雨後會地震 下大雨之後股災會有股震 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現在也是因為受了這個 極端氣候的影響 那麼整個的這個世界啊 我想景氣都會有一番變動 您是不是支持水定價的上升 哦 我這個 反應成本 反應成本 所以這個由這個 建價委員他們決定 那是不是覺得說希望從工業定價 動手 還是說民生定價也希望能夠 有溫室溫體力 我想民生的這個價格 維持穩定這是一個方向啊 那希望這個用電比較多的 這個工業啊產業用電啊 就根據他的有沒有競爭力 我們來做考量 水價這個部分呢 水價的部分 水價的部分我想我那天有講 就是說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反應一下 畢竟二十幾年沒有 這傢伙真的是哦 反應反應 反應一下 呵呵漲價 水電雙漲 你知道這個影響會有多大嗎 你那時候股票你給我吸吸啊啊就算了 你知道水電雙漲對民生的影響會有多大嗎 各位你知道現在外面吃飽一頓 要大概多少錢嗎 在台北大概兩百塊 除非你要吃那種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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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見的那種 以前的那種才有辦法一百塊吃飽 那你知道這個東西可怕在哪裡嗎 他這等比急劇增加耶 以前是一百塊對不對 漲一層是不是一百億 漲一百億的時候你只是稍微有點感覺而已 以前便當一個八十塊嘛 現在沒有了嘛 以前雞腿便當八十塊就算貴了 排骨便當六十塊 雞腿便當八十塊就算貴了 好那給你慢慢後來調到一百 那一百億 那你知道最可怕是什麼嗎 他增加的急速會越來越高 一百塊增加一成是十塊錢 兩百塊增加一成是兩百二 所以你物價上漲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種滾動式的影響你知道嗎 他雪球越滾越大 那這家伙談漲價 呵呵 你知道以前馬英九油電雙漲的時候 被罵到什麼地步嗎 打的黑五類 然後他對於調整價格這麼敏感的問題 呵呵 你懷疑就好了 喔我們這個 可以看到 沒有人在乎你什麼成本啦 大家只有一件事 你台電給我每年虧三四千億什麼意思啊 那所謂的反映成本的意思就是說 要從人民的納稅錢 把它轉化成直接價格上的調整嘛 但你納稅錢他有個 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至少他不會造成通貨膨脹嘛 他不會造成通貨膨脹 在第二 那你們的能源政策為什麼跟死一樣嘛 為什麼會虧錢嘛 沒有人叫你能源政策做到會虧八年啊 都跟死一樣啊 每個都在虧錢啊 然後結果現在你說 因為我們的能源政策失敗 所以會虧錢 因為所以會虧錢 所以我們要反映成本 事實上成本也是我們納稅人在負的啊 我一年繳多少稅啊 這樣會更慘懂嗎 因為他如果直接把原本的補貼 改為反映成本的話 那我跟你講不好意思 物價也會連帶上漲 這經濟部長的責任嘛 極端氣候的影響 那麼整個的這個世界啊 我想緊急都有一番變動 你是支持水定價的增長 喔我們這個 反映成本 所以這個由這個建家委員他們決定 那我不是啊 郭忠祐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嘛 你董事長啊 那我就問你們企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嘛 紅海是靠什麼才成功的嘛 Cost down So why 為什麼你的能源政策沒有辦法cost down 為什麼你的能源政策都是虧損 啊 我對我跟你討論成本嘛 那為什麼你的能源政策 總是虧損嘛 什麼時候才會盈虧兩平嘛 你不要回想價格嘛 以前同樣的價格為什麼不會虧損 為什麼現在會虧損嘛 什麼國際原物料上漲 什麼講這些屁話 那別人國家的就不會虧損 那為什麼你們都會虧損嘛 請問一下別國的有沒有虧損嘛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的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本 它的